好 那么语法我们已经完全讲完了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单词表 请大家翻到 Bajina Duicent 200年 好 那么看到一个 我们从Rina Shemindo这里讲起 那么以Mindo结尾的词汇 它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词汇后缀 大家不要把Mindo跟Mint搞混淆了 一个是Minti 一个是Minto 好 Mindo 我们知道有Document Riconoscimento Mindo很明显的一个名词后缀 Rinashimento 你顾名思义 出声会说吧 Nashere 是不是 它就有Nash在里面 OK Rinashere Rinashimento 重生的这个东西不是复兴吗 是不是 文艺复兴 一定要记住是文学和艺术的复兴 OK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在明朝 大家有时候在意大利上学的时候 经常老师会提点 Rinashere Rinash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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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as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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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什么朝代 老师会问一下 OK Midio Evo 中世纪 那么中世纪呢 我们知道 欧洲有中世纪的黑暗 也没建什么东西 也没有弄什么东西 也没有扩张什么东西 相传啊 至今没有考证 中世纪的欧洲人不洗澡 不洗澡 有着千年不洗澡 欧洲的梅 这个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年代呢 我们在经历了 从魏晋南北朝 到五代史国 到明朝的初年 中世纪 下一个 Conquistare Conquistare 赢得 争得 那么我们共鸣世界 非常简单 那我说 我想待在这里 我也怎么说呢 Voglio stare qui Voglio stare qui 我想待在这里 Conquistare 大家只要 Con,Con,Con,Con 就有两个或两个人以上 发生的那种动作 是吧 Conquistare 我联系 我肯定联系两个人吧 是不是 Con什么什么东西 我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我总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 总有一个连接的关系 OK Conquistare Conquistare 我要把这 Stare 我待下来 征服 我就要在你这里 是不是 我征服了某某土地 我不要在那土地上 待下来 是不是 大家顾名思义啊 有时候说 哎 你怎么样 老实去讲这个单词 我没有必要知道这个 我告诉你 你听了这个单词以后 你绝对会给你留下深刻意义 对你进单词 是有好处的 Conquistare 像技术说吗 征服 我要 Voglio stare qui Quistare Conquistare 明白了吗 Nashere Renascere Renascimento 文语复兴 明白了 地中海 Dera 土地 Medidera 土地中间 Medidera 地中海 明白了吗 OK Invatter 入侵 侵略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入侵 侵略 他讲了一个 Invazo 那么呢 其实没什么好讲 那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 Invazo 稍微复习一下 只要是以 Dere Dere 结尾的 非常多的 这个单词 都是 ZO Prendere Preso Dividere Divido 这里有 Invadere Invazo 大家可以把这个 Dere Dere 把它 稍微 归纳一下 我 我跟大家 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意大利语的 这个 这个东西 一定要形成 一种体系 你没有体系 你自己抓一个 那你抓一个 你的意大利语 形成不了体系 形成不了 网络状 你的语言 很难学好 一定要形成 体系 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 怎么听 这就是形成底细 你把 Dere Dere 你能够组多少个 你能够组多少个 你就列多少个 你能够学多少个 你到时候就记多少个 你能够撞定多少个 你就总和多少个 明白了吧 Achinger Acheso 是不是 你又来 这种很多 大家自己去复习一下 Favola 预言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神话版的 Favoloso 这也是可以的 Parlamento Parla 你看 又是一个Mendo 是不是 你看 这就是网络上的 Rinascimento 一个名词 Document 一个名词 Riconoscimento 一个名词 Parlamento 一个名词 是不是 Parlare Parlare 的这个地方 是吧 Rinascere 的这个地方 这个事情 是不是 OK Parlamento Parlamento Parlare 是吧 讲话 那么讲的人多了 议会 众议院 好 下一个 Monarchia 我们知道啊 意大利 是君主 制度 君主政体 君主国 什么是君主国呢 就是说 一个国家 他有个君主 至高无上 日本天皇 是吧 意大利 英国首相 你看他叫首相 他不叫总统 是不是 他叫Prime Minister 意大利叫Premio Premier 意大利也没有这个词 他是用的英语这个词 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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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Berlusconi Matteo Rinzi 这个都是Premier Premier Premier Italiano Presidente 总统 不是的 他手上没有词权的 OK 那么 Mono Mono 这一声呢 他都是单一的 垄断的 你看 君主制度 就是我一个人说 算吧 就是Mono D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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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 有跟Poli有关的 Politica Policia Poli Poli 它都是跟城市有关的 Mono Poli 我把这个城市都断掉了 垄断了 让城市形成单调 垄断了 去哪家买水果店 都是你 都是老王 是不是 Mono Dono 我把所有的Dono D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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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所有的色调 都改为一个调 Mono Dono 单调 OK 它是基于一人的统治 那么它可以统治什么呢 政府 法律 军队 Governo La legge Ele truppe 是不是 OK 那么我们下一个 Fondazione Fondo 我们可以公文字叫Fondo Fondo Fondo 就是背景 Fondo 就是深处 是吧 In Fondo 第一 是吧 OK Fondo Abrofondire 加深 Abrofondire Fondare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建立 建立你要打地鸡嘛 你要挖身嘛 是不是 风大雷 电鸡嘛 是不是 OK Romolo 他是发现 他是说的 Romulus 这很明显 是从英语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的 Romulus 就好像 Florence 英语叫Florence 你看 中文还是 他的翻译还是 跟Florence Florence Florence 还是这样翻译出来 他没有跟 你看 纳博勒斯 Naples 他不是说的 纳破裏 后来意大利 学习得多了 有一个 纳破裏 就这个意思 Romulus Romulus 传说中的 罗马缔造者 我们等一下 可以讲到 Uchidere Uchidere 你要说 我又怎么形成体系呢 我又教你 Uchidere 你看我 前面讲到几个吧 Uchidere Uchiditrice 是不是 还有一个杀人的 一个杀人犯的 一个那个 那个词吧 Omicida 是吧 Omicida Uchidere Uchidere Uchiditrice Omicida 都可以联系起来 OK Remo 男生兄弟 OK Dittatore Dittatore 这个 这个就是独裁者 专政者 是吧 我们今天说的 你看演变成 今天 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说 公司 Ditta 就是这个词 两个T的 D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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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司 独有者 不是独裁者 就是一个正体 它一个东西的 一个体系的 一个化世人 化世人 独裁者 Village 这个东西 很明显 是英语 学着意大利语的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学习意大利语的人 总比学习英语的人 我是自认为 臭美的有文化很多 是不是 至今英语叫别墅 都叫Villa 都叫Villa 就这个词 一模一样的 意大利语叫别墅 也叫一模一样的Villa V-E-L-L-A 乡间不是有别墅吗 你城里都是套房 是不是 都是英语讲的 Flat Apartamento 怎么会有别墅呢 是不是 都乡间别墅 那么别墅一多了 就形成了一个Villa 那就是村庄嘛 是不是 其实酒也是跟Mindemindo一样 它也是形成的一个东西 你看 酒啊 是不是 Campbellio 这很多东西 它都是 只要发现酒 它就是形成那个东西 的一个东西 Generale 它做名词是将军 那么呢 它做形容词 它是通用的 通常的 是吧 那么它也可以说 我们通常的说 se pariamo generalmente 你这个不就把Generale 改为形容词 去掉A加上Mindem 跟我们学的那个知识点 联系上了吗 哎 大家各部门之间一定要有联系 是不是 一个朝代里面 为什么康熙要撤三番呢 三个藩王 哎 在耿京中 这个上科系 胡三贵 他 那他如果他联系的不多 各个拥兵自重的话 这个朝代他就灭亡 一定要形成联系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 Odiare 证悟厌悟 是不是 Odio Odio Odiare Odio Mi odio 所以有Odiarsi 那么呢 这个字法动词 有的时候 Mi odio Mi odio proprio 他为什么他用字法呢 他是觉得 我要强调 我们讲个字法 他有字法意义 有相互意义 有个强调意义 有三个 那么下面要看到的是一个 人名 Augusto Augusto 下面还是一个人名 Ca Ligola 下面还是一个人名 Nerone 下面又是一个人名 Marco Aurelio OK 那么呢 我们终于讲到了这个单位了 那么这个单位是 Lontani nel pasado 哦 那我们学了多久以前了 Lontani nel pasado 我们还学了 Cera una volta 我们还学了 Tanto tempo fa 你要把它总和起来 大家往往 学到中级了以后 一定是强调的一个总和 因为我们 初级AERR已经学过了一些知识 大家一定要注意总结 OK A fermare 我们知道 Fermare这个单词呢 大家可不可以看出来 它里面蕴藏着什么一个单词 是不是Ferm 发现了吗 发现了这个Ferm 这个单词了 那么Ferm 这个单词 它出现在这里的话 那大家能不能够给出 像这样结构生成的单词 有多少个 比如说 Certo Acertare 是不是 以A 怎么怎么样 后面一个词的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是这样 记住 比如说当然 还有 Confirmare 是吧 以Ferm 结尾的这个 都可以 好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下 Contradire 反驳 与什么什么相反 首先Contro呢 Contro什么什么什么 Contra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相反的 Contradire 你反着来说 那你不只是反驳 是不是 反驳 PP Contradetto 这个与词根 都是一样的 Dire Detto 全部都是一样的 Afermare 再回去讲这个单词 它就是Afermato 是不是 断言确认 但是你要注意 它有断言的意思 也就是 它不是 它跟Confirmare 不确认 Confirmare 是确认 它有断言的意思 它比它更武断 细微的东西 你要注意了 OK Pasado Remoto 远过就是 那么我们知道 Pasado Remoto 那么Remoto 就是一个远程的一个东西 遥控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说 Controlo Remoto 远程控制 那就是遥控 Pasado Remoto 过去时 Remoto 就是遥远的 久远的 发生在久远年代的 Averbi Moto 方式 复词 Averbi 复词 大家看一下 知道了 OK Con Irdempo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来 是不是 后来我们也知道 后来我们也学过 Boy 是不是 也学过 Insecuito 是不是 Dalora in Boy 从此以后 Con Irdempo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是不是 那么大家怎么 就是渐渐的 的意思 对吧 就比如说 我们中国的 这个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 La storia con il tempo que vola 是吧 Con il tempo que vola 时间的推移 是吧 Volare OK Romani 古罗马人 但是呢 他跟 我们现在 讲的这个 古罗马人 不是 怎么讲 就是这个Romani 他既可以表示 现代罗马人 又可以表示 古代罗马人 懂了吧 就比如说 我 比如说 这种 Bongiorno 你 present 你 present 这种 signore 是 一种 Romano 那我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先生 他是 Romano 是吧 好了 现在 你 incontrerete 你 incontrerete 两个 signore Romani 那么 你们将会 见到 所以 你将会 incontrerete 你们将会见到 两位 罗马人 两位 罗马先生 他不是古罗马人 他是罗马人 Roma Romano 那么 Romani 大家注意了 什么语境 当中 他不是讲的 古代罗马人 大家注意了 那么 下一个单词 Sconfliger 战胜 那么我们 讲战胜 什么什么东西 Sconflito 谁谁谁 就可以了 那么Sconfliger 我们以 我说要 总结一下 那么 JR 就改为D 有两个G的JR 你就改为两个D 两个T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真的就这么简单 举个例子 可以举吧 这么简单 Redigere Redito E leggere 我们更能够 E leggere E letto Sconfliggere Sconflitto Correggere Corretto Leggere Letto 是不是 这个都是我们 可以举的例子 是不是 你不过 Affermare 断言 确认 你还可以举 Gusto 味道 A gustare 是不是尝一个味道 Justo 是对的 A justare 修理 是不是 大家说 我不认识这个单词 我不认识 行 你不认识 可以 但是最后 我们讲到了 这个过程当中了 以后 你在脑子里面 给它留一格 就是说 你这个格里面 现在只放了一个单词 以后 你再碰到这个单词了 你就把它放到 这一格来 你看 现在我相信 我词汇讲到这里 应该你有的词汇 已经放了几个单词了吧 对不对 OK 那我们再来看后面 potenza 力量 威力 那么其实 dende gavienza 非常多 比如说 potere 来的 potere potente potenza 是不是 dende gavienza 很多 influente influenza 是不是 这都可以 OK 那么 militare 军事的 就是不用讲了 military militare 还半军事的 paramilitar 前面讲个 parapi impero romano loma digo loma digo 这个大家自己去 就是说 你有机会去到 罗马 在那个 斗兽场的 那个大道 就是通往 斗兽场 他也得过 大道 你可以 发现 就是那个 上面 他有着 四幅 还是五幅图 上面清清楚楚的 记了年代 和 罗马帝国的 扩张状态 那么 罗马人 特别是妇女 算账 算得很清楚 是不是 你看我们 英语 在英美人的眼睛里面 是荷兰人 算账 算得清楚 说 我们用荷兰的方式付款 就是AA制 中国人说AA 分蛋糕一样 AA平均分 那么意大利人他讲 我们以罗马女人方式付款 记住 我们用罗马女人的方式付款 那么你们听到 以Italian人跟你讲了 AAA AAA questo pomeriggio andiamo per la cena 或者 chiamo Marco e anche dei amici Giuseppe Giovanni eccetera eccetera Aurelio Michael Michele Roberto facciamo una cena insieme dai e paghiamo alla romana ovviamente 啊 我已经 注意了 这个是 不知了 我自己的套奉奉奉奉 那么 bagare alla romana 我还要读一句嘴 他讲的 bagare alla romana 跟我们说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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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大家不知道 看过一个 一部片子 叫 Bienvenuto al sud 有没有看过 他下面 有一部叫 Bienvenuto al nord 欢迎来到 北方来 那么 欢迎来到北方来 他在最后呢 吃饭 算账 里面有个情节 谁点了什么 谁就出那份钱 拿起计算机出来算 这个在中国是很搞笑的 但是你要注意了啊 不是说 我点个八十个 到头给七十 那不可能 意大利是你点八十 你就出八十 我一个都没点 我坐在那里 我只点了一杯水 我只出十块钱 当然意大利一杯水 也不叫十块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意大利吃个例子 大概就 7 euro 8 euro 达个例子 大概就十欧 七八欧左右 ok re 讲过了 那么 re 我还要作为单词 多一句嘴 就是他作为单英节的 就是意大利语里面 所有单英节的单词 他都没有附属的 两国王 对 re 是不是 gru 其中筋 due gru gru 不变 d 茶 单英节的吗 gru d re 单英节 它是不变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ok Asia 你学了英语 到至今还不明白 Asia Asia 多贴切 亚西亚 亚西亚 Asia 亚西亚 看到没有 非常贴切 Asia 亚西亚 就是亚洲的 Africa 非洲 Senatore 就是古罗马元老院的议员 那么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呢 它是有一个 Apela 全国公民大会 有一个 Guerusia 是长老会议 上面有监察官Effori 那么有Senatore 关于意大利的历史呢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Effori Apela Guerusia 这个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ok Nominare 其实 Nominare 其实我们这个Nome 这个单词 怎么说呢 有点像 这个 其实很多我们 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一开始 他先学的就是Name 先学的就是Nome 但是Nome这个单词 它不一定就那么简单 它不一定 你像Nome 还有Denominare Nominare Nominativo 一点都不简单 命名 是吧 你像 我们今天喝的葡萄酒 上面有一个 Doc Dop 说的是什么呢 Doc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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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 D-O-B 什么意思 D就是denominazione D'origine protetta D'origine protetta O就是origine protetta 就是P Doc呢 后面那个就是Chi呢 就是原产地 标识保护 原产地标识命名 这个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就是肯定原产地标识 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葡萄酒的 这个 它的这个名字 它是由当地的地名去命名的 或者葡萄的种类命名的 也有 OK 这不多讲 大家继续看 Acusare Acusare 指责 Chi su 所以我们 又要归类 归哪一类呢 以 R结尾的诞词呢 它有两种 第一种是 第一人称 做名词 听懂了吗 第一人称 做名词 你说 哎 我不懂 好 再来 Laborare il lavoro Studiare lo studio 听明白了吗 哎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它是以第三人称 辨位做名词 例如 Acusare Acusa Gucinare Gucina 记得了吗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下次 拿一个 就放一个 Cristiani 基督教读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OK Incendio 火灾 当然 又可以加一个 Incendiare Incendio 会为 Studiare studio 那一类 OK Brucciare 燃烧 燃烧 我们以前 跟 不是 以前有一个烧死的 一个老外 意大利人叫 布鲁诺 其实意大利人叫 Bruno 我以前就笑着 跟同学们讲 我是布鲁诺 你大家记得 他是烧死的 他为什么烧死 因为他跟 Bru 他写 Bruno 就Brucciare 他是Bru 那一类的 知道吗 就是开了一个 小小的玩笑 大家说我学 意大利语的 也可以从这方面 记 Bruno Brucciare Bru Bru 都是Bru 贝的 OK Saggio 明智的 睿智的 这个也就是Saggio 明智 这个人很明智 Saggio OK 下一个 Confundere 你看 Confundere 我们又可以 归为 我们两百页 讲的 Invadere 对不对 Confundere Confuso 是吧 他已经改为 走了 只是说 他这个走 他改为物质 大家也可以 记得一个左去 唤醒自己的记忆 Trade 被判出卖 我全部把它网络化 我记得我前面讲的一个 Contradire 那么Contradire 它的过去是 Contradetto 那么Trade 的过去是 会不会也是 Trade 对不对 那么他们的 变味是不是 一样的呢 那么他们作为 缘故就是会不会也是 Contra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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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dicero Contradice Tradice Tradicero 对不对 这个 其实大家方便很多 形成了一个质量体系以后 大家是 觉得非常方便的 下一个 Invidia 嫉妒 它就归为 Acusare 那一类 因为它是 Invidiare Invidia 知道吧 它就归为 Gucinar 厨房那一类 Gucinar 烹饪 Gucinar Invidiare Invidia 非常好 你看下面 这个 Incendiare 我就根本不用讲了 它的火灾就是 Incendio 是不是 Dare Reta 那么 很多时候也用 Dare 因为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 那个 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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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老外 他有时候 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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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候分不清 所以他有时候说 Dare Dare 直接把它省掉 Dare Dare 中间有个停顿就好 这个单词读起来有点像 我们英语读的Football 那个概念 知道吧 Football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T 它是不发音的 Football Football 它是不发音的 但你不停顿那些 你说Football 又不对 你要停顿一下 Football 给它一个节奏 让它脑子去想 是吧 比如说 Dare Dare 又不对 Dare Dare 是吧 才对 给它一个空镜 OK Nemiko 没什么好讲的 Nemiko 对应的是Amiko 那么以 一口一口一口结尾的 注意了 大多数情况都是一起 Ko 前面这个单词是原因的 99%的情况都是起 Amiko Amichi Asia Dico Asia Dici Nemiko Nemichi 你们记住了 阳不变 音变 音 就要变的 比如说Asia Dica 那么对应的就是Asia Dique 就不是Asia Dice 了 阳不变 音变 你们记得 阳不加音加 OK OK 下一个 Being Cingui Cingui Being 就是十足的意思 就是十足的意思 十足 足足有两斤 Di Being Due Kili 足足晚到了十分钟 E Arribato In Ritardo Di Being Die Ci Minuti Being 就是十足的 意大利语也有一首歌叫Caro Mio Being 就是说 我正儿八经 是我亲爱的 是吧 Gino Vese 热南亚人 是吧 我估计他提到的热南亚人 就是他下面这个 叫 Christopho Colombo Colombo 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OK Indiscreto 谨慎的 那么 Discreto呢 那就是 又是一个词嘛 对不对 大家的话呢 就是 Discreto 是谨慎的 Indiscreto 又是一个词 那么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里 这个这几个词 把它 归纳一下 这个音跟不音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我们 后面又会有 你看啊 这个后面一个 Vincibile Invinci Bile 记住往下看 Skadi Skadi 象棋 国际象棋 没什么好讲的 OK 高鲁人 你们说法国熊鸡嘛 法国金鸡 法国人很崇拜鸡 高鲁人 就是Gallo 他们很崇拜鸡 用全部的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 药水 药剂 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Magico 迷人的 两本迷人的书都为Libri 两本迷人的书都为Libri Magici 是不是 Magici Invinci Vincibile 可战胜的 Invinci 不可战胜的 是不是 那么In 这个东西 Discreto Indiscreto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什么意思 那么我就在这里不说了 Vincere 也是一个词 我们一般熟悉它的将来是比较多一点 意大利人都知道它将来是 因为有一首歌叫 今夜滚入睡 Nessun dorma 里面就有Vincere Vincere 大家自己就可以听一下 Compattere 是吧 我讲到了 Comp 跟Comp 这个都是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发生的事情 Compattere 是不是 你看 打斗 战斗 作战 Compattere 所以它是两个单词 有的是两个单词 当然有的不是 这个是两个单词 Battere 是打击 以Compattere 大家一起来打击 是不是 好 那么下个 Barbari 其实这个Barbari 就是一个 象生词 就是好像 坑腔有力 坑腔 坑腔 就好像这种 知道吧 那么 古罗马人 形容这些 打引号 讲你奥语的人 在里面 你听不懂 英国人发不出来 这个 他就说 This guy Always Blab Blab Bla bla always bla bla 意大利人就是sempr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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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 反正我就听了Bla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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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人呢叫Bla baro 是吧 多了呢就叫Bla bari 复述 就这个意思知道吧 Bla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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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听不懂讲什么 就这个意思 蒙古里亚蒙古 蒙古罗 记住啊 蒙古罗 终于在前面 蒙古罗是他的蒙古人 那么我们知道火锅 意大利语叫Marmita Mongola 两个T Marmita Mongola 两个T 蒙古大军呢 在这个行军的过程当中啊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蔬菜啊 什么野菜啊 还有肉啊 都拿到一锅去吃 这种行军的方式带到了欧洲 欧洲 他欧洲没有吃过重庆的火锅 因为重庆的火锅没有走出国门过 成吉思汗呢 把这个 il grande canne 是吧 他把 成吉思汗把这个火锅带到了欧洲 他不仅把火锅带到了欧洲 他把Mastino Napolitano Mastino 讲错了 不是Mastino Napolitano 也就是藏熬的后裔 实际上有熬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的西藏 那么这就是牵涉到一个语言的历史文化 大家可以知道 OK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车 Generoso 慷慨的大方 有时候就说这个人很大方 murdo generoso 大方 从来就是出去请客都是他给钱 那么相反的还有Dirchio T Dirchio T开头的小气 OK 下一个 Ciconto 就这样 Ci 在这里做这个小品词 它有表示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这个是的意思 Ciconto 其实什么意思呢 Contare 这个词是算在我身上 Conto 是我说的算 我来搞定 意大利有一句话叫 比如说 Puoi contare Sempre su di me Contare su di qualcuno 就是 考谁谁谁 Ciconto 那就是我搞定了 是不是 Ciconto 我来数数 我算数 我来搞 就这个意思 我来搞什么呢 我来搞这个Ciconto 那么意大利有像这种Ci的这个用法非常多 Pensarci Ci penso io Crederci Ci credo 意大利人说我不相信 不是non lo credo 他说non ci credo 是不是 Ci penso io 来我来想吧 就说 给我吧 我来搞定 我明白 我明白这个意思 我明白这个意思 他不说lo capisco Ci capisco Ci capisco capirci 像这种用法很多 大家到时候可以 继续去积累 继续去看一下 assassinare 谋杀 暗杀 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assassinare assassino 是不是 一桩谋杀 procurare gurare 是 cure 是吧 take care的意思 就是 procurare 其实像bro这个单词就是设法 谋得 我提早的时候我就要搞定它了 就这个意思 procurare呢 它有很多 相对于更显现于提前的它有bre bre 比pro更显于提前 procurare 我把它搞定 提前我也想到把它搞定 dare in basto 公开 公诸于众 dare in basto 我把它公诸于众 leone 所以讲了leone elefante 是不是 一个教授牵着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教授牵着一个大象 怎么怎么 大家自己去想 leone leone leonesa affidare 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单词 它跟affermare是一样的 fermo affermare fido affidare justo ajustare gusto gustare 都是一样的 ok missione 任务 使命 是吧 每个东西它 都有使命存在的这个意义的 我们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就叫 missionario 他富有着 他肩上富有着传教的使命的 富有着耶稣和教会给他的使命的 所以他叫missionario 做的这个事情叫missione 对不对 这个都一定要搞清楚的 我们想 我们耳熟能详 马可波罗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 Matteo Ricci 利马豆 马可波罗 这都是中国人已经家喻互想的 没人不知道马可波罗的 利马豆可能还名气小一点 马可波罗不可能不知道 ok periculoso 那么以oso oso结尾的 非常的多 而且百分百都是形容词 gurioso 我们刚才见到了吧 是吧 glorioso 是吧 ozo 大家如果是唱歌的话 可以 听一下 意大利有一个歌词 有一个歌叫子罗兰 violette violette graciose violette rugiatose odorose violette graciose 里面有很多以oso结尾的 那么以oso结尾的呢 它都是形容词就可以把o改为ajamente glorioso gloriosamente gurioso gurioso guriosamente periculoso periculosamente 是不是 人生之间的话 你就把单词这个整个的总和了 amici del cuore 之心朋友 那么意大利人也有讲amici di ferro 帖哥们 也有这种讲法 那么amici di cuore呢 那可能女性比较多一点 那么amico di ferro可能男性讲的比较多一点 darsi appuntamento 想约会 那么也可以说 fizzare un appuntamento 用fizzare也可以 用darsi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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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